第二場是五班一千米的賽事 選一隻很準的六號紅方進區做馬膽 今季短短兩個星期之內就跑了三場 兩場先在泥地上名,輸給福氣多多 跟手那場谷草一千米,輸給哈哈黃黃 壓到雷超 其實那場可能隔三天,最後是差一點 之後那場跑得不太好 今次有一個月給他休息,我覺得在這場有個好檔之下 可以跑前一場的水準也夠贏 這場馬上穩慰望贏格 配角選擇雷超,剛剛也看過 其實上場都黃金形勢,有一檔 放在雷神上去都贏不到 這隻馬是比較中心的,上季一做一千千米 菊草都跑得好 雖然贏不到,這些馬都要扔著 再選一隻11號做得好 上季後期 其實是連續三場在谷草都有獎金 都跑得好 今季初出那場就跑得一般的 潘頓 今次換個梁家俊有四檔 這隻馬是配合馬防而來的 這些3-3-4-4-4 我自己覺得比較敏 潘頓其實是2號的 幸運大興 都留意一下 轉倉初出上場 又排個外檔 早段割來 最後力藥的 幸運大興 今次也是外檔 但在潘頓上去 應該的發揮會有點不同 和上場潘明輝 這些轉倉馬也是留意著 上季會贏的 這場其實都是水鬥水的局面 我自己喜歡現出比較穩定的 6號洪荒進區 難出頭的10號雷超又要冷 11號做得好 和2號幸運大興做配腳